他曾经声称自己被一个叫做Paul的男人 非人类对待过 并带着满身的瘀青到急诊室就诊 结果发现 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有个叫做Paul的男人曾经存在过 终于 Kelly把自己搞到双腿截肢了 2016年5月18号 加拿大媒体《环球新闻》 为了呼吁大众献血 发布了一篇报道 基罗娜女人依赖书血生存 力劝大家献血 文章写的是一个30来岁 加拿大籍芭蕾舞教师Kelly 在一次日常的体检中 被医生告知他的铁含量 以及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人 而且低的不止一星半点 在连续几周的检查以及治疗过后 医生发现Kelly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红细胞含量更低了 在治疗没有好转的情况下 医生只能安排给Kelly输血 就算是接受输血 这样的满血状态也维持不了多久 每次当Kelly回来复诊时 医生总会发现 他的血量又回到了两周前的状态 不得已只能再次进行输血 而这样的情况 在医学界也很少出现 医生们都无法解释 从Kelly身上消失的血液 到底去了哪里 Kelly随后也被告知 如果六周 甚至是一个月的时间 没有进行输血的话 那么他的器官将会迅速衰竭 导致死亡 从2014年到2016年 他一共输了大约95公升的血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一个成年人的体内 一般含有的血液种量为 4000到5000毫升 也就是说这两年来 Kelly已经输了大概 21个人全身的血量了 所幸的是 Kelly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人 她将自己两年来就医的心路历程 全都上传到了IG 收获了大批粉丝的关注及鼓励 不过就如同明星一般 再火的艺人也总有羡慕的一天 Kelly的热度很快就降了下来 然而2016年10月 Local Farm论行上一篇名为 网路上的孟乔森 再度将Kelly拉回了公众的视野 孟乔森是什么东西呢 孟乔森症候群是一种心理疾病 指的是患者为了获取大家的关注及同情 装病或者夸大自己的病症 甚至是刻意让自己患上某些疾病的症状 这篇文章一出 很快有网友在评论区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Kelly那个神秘的血液疾病 不就是通过自己抽走了大量的血 造成了病症吗 为了应付每两周一次的输血流程 医生在Kelly的胸口位置开了一个端口 这样就不用扎得满手都是针眼 网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如果能从端口输血进去 那么Kelly自己同样也可以从端口放血出来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猜测 但是有人就从Kelly曾经发出来的检查单中 发现了一张监测她血量的报告 可以明显的看到她的血量 总是在短短一段时间内急剧的下降 这不像一个慢性疾病 更像是故意放血一样 这是该名网友的看法 不过这张单子有点模糊 我是看不太清楚上面的一些具体细节啦 2017年5月 Kelly在众筹平台发起了一项 总额为1200美元的众筹项目 她在《故事纳然》里写到 她有一项新的医疗费用为400美元一个月 但是因为疾病导致自己失业的原因 她手头里并没有这笔资金 而且Kelly还要做子宫灾除的手术 还有多重器官硬化的问题 希望大家能帮她筹策到这笔资金 这里Kelly自己透露了三条讯息 一 新的医疗项目一个月要花费400美元 但是加拿大医疗保险非常完善 无论检查以及手术的大小 她都不需要花费一分钱 二 她的子宫因为某些病因需要摘除 但是她没有说明为何要摘除 三 多重器官硬化 同样也没有具体的说明 那么这些问题到底是真是假呢 Kelly之后也在IG上分享 每个月400美元的医疗费是花在了自然疗法上 自然疗法是一种相信人类本身有治愈能力 通过饮食跟锻炼治愈身体的方法 当然也有人认为自然疗法是一种伪医学 所以很多人无法理解 明明加拿大医疗保险如此完善 Kelly根本不需要在检查跟手术上花费一分钱 为何要众筹这一笔钱 就花费在大家并不那么认可的自然疗法呢 两个月后 也就是2017年7月15号 等到Kelly的话题又有点冷却的时候 LCF论坛上又有网友发布了一则贴文 直接将矛头指向了Kelly 指控她根本是在装病 奇怪的是 每过一段时间 当Kelly的话题稍有下降时 就会有人站出来给出新的证据来指控Kelly 同样的 也有声称是Kelly的双胞胎妹妹 她的家人 朋友 甚至是自称Kelly的组织医师 在这些贴文的底下 放出医疗记录的照片 以及Kelly在医院的照片等等 来证明Kelly是真的生病 真的在医院接受治疗 8月26号 论坛上出现了另一篇贴文 该网友指出 她在这些指控Kelly跟维护Kelly的贴文的照片中 查看他们的可交换图档格式 这个格式可以记录数位相片的属性资讯 以及拍摄资料 结果发现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来自一台LGH812型号的手机 回头去查看Kelly在IG上分享的照片 发现也是拍摄至同一个型号的手机 也就是说 什么指控Kelly的酸民啦 Kelly的双胞胎妹妹 家人 朋友 以及医生啦 全都是Kelly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每当Kelly的相关话题热度有所下降 她就用敌对一方的身份来指控自己装病 再用自己一方的身份交出证明来为自己辩护 而这出戏全都得益于LCF论坛的匿名制 在发现自己被抓包之后 Kelly终于承认 的确是她自己泄露这些照片跟证明文件的 但是自己生病也的确是真的 她表示自己有严重的子宫肌瘤 而之前大量掉血的病症 就是子宫肌瘤引起的越是紊乱 不过Kelly的这个说法并没有获得大众的信任 因为子宫肌瘤并不是什么极其罕见的疾病 如果真的是子宫肌瘤引起的大量掉血 那她这三四年来频繁进入医院输血时 医生就应该能检查出来了 然而Kelly似乎很乐于成为他人的话题 她还是继续在IG上声称自己有多器官硬化 胃溃疡 癫痫等等 还上传了一份医院的诊断单 结果又被眼尖的网友发现 诊断单上写的是出生于1992年 很明显Kelly早就超过了这个年纪 事实上早在2010年的时候 Kelly就有过孟乔森症候群的症状了 她曾经声称自己被一个叫做Paul的男人 非人类对待过 还画了一张图 并带着满身的瘀青到急诊室就诊 当时心理医生也对她进行了治疗 结果发现 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有个叫做Paul的男人曾经存在过 而当时Kelly是住在教养院里的 很多跟她亲近的朋友 都担心她会给自己带来伤害 也就是说 教养院里一起生活的人都可以证明 并没有人欺负她 最终心理医生对她的诊断是 创伤后遗症以及解离性身份障碍症 也就是多重人格障碍症 Kelly不断的说自己生病 然后谎言被拆穿 再说自己患上另一种疾病 再被拆穿 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她的故事再也提不起大众的兴趣了 而她之前声称的子宫肌瘤 跟多器官硬化 突然也没有任何音讯了 意识到自己仰赖书血 才能生存下去这个谎言被拆穿后 2018年4月 Kelly到医院做了缝合手术 将自己胸口那个书血用的端口 给缝合起来了 从这个时候之后 也没有再听过Kelly会突然掉血的情况了 这也让人更加怀疑 所谓的掉血 根本就是Kelly从书血端口抽血出来的行为 但是你怎么也想不到 就在7天后 Kelly又来了 她在IG上分享了几张 自己的手背脚踝红肿的照片 并复文 我也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 下午要去看医生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 Kelly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从红肿到瘀青再到水泡 最后双腿无端端多了数十道伤口 而且伤口发炎发黑发焦 就像碳疾病造成了皮肤伤口一样 最后直接造成Kelly的大腿有一整块创面 医生多次为她治疗 但是不久之后 Kelly又带着更加严重的伤口回来医院处理 最后搞了自己要通过持皮的方式 来盖住坏死的皮肤 有网友将Kelly双腿的伤口 按照时间线整理的很清楚 我把网址放在评论区 不要轻易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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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要说三遍 Kelly说她双腿的这个情况 被医生诊断为白塞综合症 这是一种全身性免疫系统疾病 可侵害人体多个器官 包括口腔 皮肤 肌肉等等 但是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Kelly的病征 只发生在双腿呢 鉴于Kelly之前的不良历史 再加上她刚把胸口的端口给缝合了 才不到一个星期又出现了这种病症 基本可以确定 Kelly是通过伤害自己的手段 以制造符合白塞综合症的症状 那她到底是怎么让伤口发炎发焦的呢 网友又开始他们的猜测 有人说用烫发夹啦 有人说用便便涂伤口啦 等等等等 最符合Kelly伤口的说法 是推测Kelly用了一种叫做黑药膏的产品 这种产品是90年代 被广泛用于皮肤癌变的一种伪科学产品 它会在伤口上形成一个胶加 让伤口及周围的皮肤组织坏死 最终会留下一大块的凹洞 严重者不仅是皮肤组织 就连肌肉筋膜都会直接坏死 涂上黑药膏的那一块区域 就像被鲨鱼直接啃掉一块一样 为什么我说黑药膏 是最符合Kelly处理自己伤口的说法呢 当时医生为Kelly的大腿直皮后 没想到Kelly变本加厉 继续残害自己的大腿 她甚至毫不掩饰 在IG上分享了自己抓伤口的现实动态 最后双腿被侵蚀的穿上裤子 是这个样子的 这可是没有PS过的照片啊 这么说吧 我看到的照片是 可以从腿中间的洞 看到对面的东西了 终于Kelly把自己搞到双腿截肢了 现在Kelly还在IG上 分享自己被截肢后的生活 希望她今后也别再干这些 伤害自己的事了 网友 whihiu 谢谢大家